今天聊国际我想要先问大家问题 你觉得自己是有钱人吗 其实或许对很多的有钱人来说 他们也说自己好穷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 美国的财务顾问公司就说了 美国总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的有钱人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有钱人 只有8个百分点觉得 好吧 我算是蛮有钱的 甚至有很多的高知识分子 或是大家会觉得是金字塔 比较顶端的一些族群 像是医生啦 律师 他们的年收都有555万以上的新台币 这些专业人士 其实也只有四分之一 认为说自己非常贫穷 而且仅能勉强度日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说法太夸张 太假白了呢 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消息 但是或许他们这些担忧起来有自 因为其实现在全球还是物价指数 通膨情况居高不下 还有呢 国际政治 其实现在也是影响到了经济 像是我们说的 美军撤出阿富汗 还有尾巴冲突 俄乌战争也让美国的威责力下降 不安全感 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明显上升的 还有如果你是再往下的阶层来看 一般的劳工 他可能必须要打很多份的工 才有办法养活自己 因为呢 在美国来说 有840万的美国人做超过一份的工作 而且也占整体的劳动力5.2% 等于说其实现在在全球经济下行的状况之下 很多人从这个上流阶层到可能比较基础的劳工也都是非常担心 但是或许对英国的民众来说有一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消息就是通膨终于没有这么剧烈了 英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的10月份通膨率算下来降到了4.6% 跟上一个月比起来其实是大幅下跌关键还是能源的价格回落了 天然气电力成本是下降的 但是你要达到苏纳克说的这个两个百分点就是通膨的这个门槛的话 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但是其实以民间的生活来说 真的其实你想要住房子也都非常困难 因为房价还有利率都来到了双高 让买房这件事变成一个精英的特权 很多人也因为没办法负担房贷甚至付不出房租被迫卖房 而且其实因此就流露街头 我们从一个数字上来看 2023年的第一季有超过10万的家庭 英国的家庭是露宿街头 而且这个数字打破了过去的记录 有记录以来是最多的情况 现在很多人只能到这个街上要求一些爱心的物资 像是救济食物的发放量也来到了新高 光是在4到9月的时候已经发放了150万个紧急食物袋 而且领取的家庭有6成都是有孩子了 但是这是不知民间疾苦呢 因为这个前英国的内政大臣就说了 这些人其实是自愿露宿街头的 这样的说法当然让很多的舆论都是出现哗然的情况 他的争议发言也遭到开除 不过我们从欧盟的角度来看 欧盟10月份的这个通膨数据 CPI的年责率来到了2.9% 代表这个通膨情况是有稍稍趋缓 但是经济的难关还在后头 两条产线同时运作员工忙着组装工业电脑 一目零件这些都是要出口的订单 依照客户需求客制化再进行最终的检验出货 现在在产线上生产的就是我手上的这种工业式一目电脑 而他们主要的出口国家在欧洲就占了五成以上 像是我们来到这一区一箱箱已经包装好的 都是准备要送往了德国 不过在今年受到了高通膨的因素影响 连带让出口也受到牵连 工业电脑产品的客户的消费力道 它并不完全取决于成本 都是属于比较长期设备资本材的这块的投入 所以他们跟成本上面并不见得有非常非常敏感的连结 还是与整个经济大环境的需求为主 以这家电脑厂来说 客户量欧洲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三 其中德国百分之十二 意大利百分之七 欧洲经济大环境的好坏牵动着当地投资比例 对台厂当然也会带来冲击 欧盟10月31号公布10月份初估的通膨数据 CPI年增率降到两年以来新低百分之二点九 跌于九月份的百分之四点三 不过纵观欧盟经济报告 全年通膨率估值来到百分之六点五 仍然远高于欧洲央行的目标 但目前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走 预期明年欧盟通膨率缓降到百分之三点五 直到二零二五年预估百分之二点四 才更接近安心数值 他们主要的影响是在于油价 因为油价对于欧洲的那个能源价格的影响很大 过去的那个能源价格可能也相对比较高 所以造成它的通货膨胀的因素就跑上来 那这些变数主要都是之前没有去预估到的 那后来又再发生了跟中国 美国跟中国的一些贸易的纷争 所以这个其实也波动到了一些状况 通膨冲击已经从能源和食品 扩散到几乎所有主要消费领域 现阶段通膨看似好转开始降温 只是经济已经付出代价 欧元区第三季GDP初值显示 7月到9月份欧洲GDP较前一季衰退了0.1% 再加上货币政策紧缩 外部需求虚弱 让经济表现处于低点 国内的这个投资跟消费 说实在话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动 所以在这一年里头 欧洲的这个经济成长 那我们看数字都看得出来 大概就是接近零 今年看起来这个经济成长 是没有办法有很大的突破 那么到明年的时候呢 那么受到现在国内 目前的这个消费跟投资 还是处于一个缓降的局面 尤其为了对抗通膨 欧洲央行已经连续十次升息 周日在10月底决定 将政策利率维持在4% 市场更关系降息的这一天 是不是将要来临 欧盟的降息 一定全世界是一个联动 完全是以美国的FED 作为马首四张 拉加德总裁他也讲了 他说要long enough 所以看表这个时间 一定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至少在明年第二季以后 才可能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乐观期待 他的制造业可能慢慢的恢复出口 所以晶片短缺这问题解决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欧洲的经济上 以前非常依赖这种国际的观光旅客 所以观光旅客慢慢的回流 他会有一个缓步回来的迹象 那他们自己的预测来看的话 可能比较明显的恢复也要到大概2025左右 欧盟更预估消费力是否回升 是未来两年主要的经济动能 只是地缘政治情势波动着油价和能源 未来欧洲经济仍存在着较高不稳定性 Tubb的新闻连至周游宣台卫报道 经济的发展还是跟人才流动 有非常高的关系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其实现在印度到美国留学的 这个留学生数量 第一次超过了中国大陆 这也是从2009年以来 第四的超越成为美国国际学生以来的 最大来源国我们说的是印度 但是印度为什么出国留学的人变多呢 主要还是青年人口比例偏大 而且经济状况改善 有钱可以出去留学了 还有呢包括他们的英语优势 而且数学人才 其实在美国是容易找工作的 甚至呢他们在本土的教育资源 比较缺乏的影响 但为什么中国人不出去留学了呢 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大家最熟知的 就是包括中美关系紧张 还有新冠疫情影响 他们的人口负成长也尽量留在国内读书 还有他们在美国就业比较难 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如果出国的话 行李箱的锁头要特别注意 想要去美国 我的行李箱已经上锁 我用的是TSA认证 应该没有问题吧 但有民众同样是TSA的锁头 但却被海关直接剪掉 拉链扣在锁里面 但海关要检查 一样一个咔嚓 民众的行李被美国海关检锁 导致行李受损 让他po文求问 有类似经验跟美国政府索赔吗 还是自认倒霉再买新的 民众的po文引起讨论 不少网友有类似经验分享 本来就不能锁行李 有些人有锁 但没被剪掉 但海关锁就是让海关可以开 但别人不行 确保运送途中不被偷窃 如果被开过的行李箱 里面会有TSA检查单子 像是po文民众收到这张 是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发出 根据联邦法规 如果行李主人不在 将由陈运人代表开启 提交给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检查 任何损害应该由陈运人处理 但民众好奇的是 明明用的是TSA国际锁 怎么还是被剪坏 这种状况比较像是说 他的锁头老旧了 他的海关的TSA的 本身持有的钥匙打不开 所以他就会直接强行破坏 因为TSA海关锁 是由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认证过 目前使用国家包含美国 纽西兰 瑞士 加拿大 英国 澳洲等55个国家 通过认证会附上红色菱形标章 原则上海关都会拿出万用小钥匙 不过防君子不防小人 有心人士真要偷 管你用什么锁 想偷就无所不难 TVBS 陈建明您的一台报导 TVBS 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